《屈原》 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爱国诗人 他不愿同流合污 选择投江自尽 在史记《屈原》假声列传中 对屈原有这样的描述 批法行影则判 颜色憔悴形容枯稿 说屈原在晚年被放逐时 披着长发沿着江水 边走边唱 举世皆拙我独青 众人皆醉我独青 看起来神情憔悴 整个人瘦得不成人形 在屈原这样忧愁的人生中 他最后提笔写下了 桃桃木下兮 草木茫茫 欲杰欲枕兮 黎敏而长举 父亲孝至兮 冤屈而自异 说自己的忧思无法解除 一生追求的价值没人能懂 反而还遭受远虚 再是让人无法开心 在留下这样像是遗书的诗句之后 屈原抱石头江自尽 而从屈原所留下的这些诗词及描述 经后世一家研究认为 他有忧郁症的起象 这段屈原有可能是一位精神病患 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看中医 我是张瑞玲 刚刚影片当中提到 伟大师人屈原竟然被后代的人 研究可能有精神疾病 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请教一下 中医师到底是什么原因 还有症状 让后代的人认为 屈原可能是精神疾病的患者呢 首先先介绍今天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罗明宇医师 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位为大家介绍 特别来宾是蔡云宁 云宁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所以医师我首先就想问的是 我们开场动画 刚刚大家都看到 有人推断说 屈原是历史上 第一个有名的精神疾病的患者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在古代就有学者 在研究屈原的人格特质 汉代西汉的学者 司马迁的这个史记 屈原假生裂传 从屈原的一些外貌 这些论述 他发现他容易披头散发 在湖畔里面走来走去 那屈原的做的一些施词 反映出他有一些人格特质的 造成所谓的精神异常 譬如说在这个天问篇里面 就发现他这个思考活动 很频繁活跃 因为他一次就问了 大概一百七十几个问题 等于是自问自答 这个难难自语的也有概念 第二个睡眠 其实很多这种精神异常的人 都从睡眠障碍开始 那在这个悲回风里面 也有记到他说 思不眠以自属 这自属就是说 他就容易哭泣 这属就是说 在一直睡不好 到一直到天亮 都一直没办法 很好的入眠 所以睡眠障碍 不管是不容易入睡 还是浅眠异醒 都跟这个情绪 是有相关的 然后再就是说 判断决策 也会出现问题 比如说瀑居里面 他的词句也有提到 心烦意乱 不知所从 那再来就是有幻听幻觉 那楚词里面的九哥 也有记录到说 他会跟神灵有一些互动 所以在这些行为当中 可以看到趋炎 或包或扁地形容 他的一些人和特质 好 医生 从这个表格里面 我们看到 像是这个幻听幻觉 应该是很明显的症状 那无法决断 对的确 因为心烦焦虑 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另外一个失眠 其实我听到有很多 这个有人 有精神疾病方面的困扰 一开始都是从睡不好 他才觉得说自己怪怪的 所以云宁我们知道说 你最早之前 你也曾经被这个精神病 给困扰过 那失眠曾经是你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症状 真的是没有办法论 所以就是像他写的 道天明 然后就开始会焦虑 然后不自主地流眼泪 然后最严重的情况的时候 就是觉得 就很想自杀 都有这样子的状况 后来就是 从这些蛛丝马迹 我就想说 我应该有这样的困扰 就我应该是生病了 所以我就后来就去求诊 看一生这样子 好那医师我们再回到屈原 像刚刚医师 我们谈到这个 屈原的行为分析 那我好奇的是 在我们中医师的养成 在上课的时候 大家真的有讨论屈原吗 的确 在我们在医学院的学生时代 在有关于中医的 精神病学科的研究里面 我们老师就会以屈原 做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你的这种 人格特质 会造成我们所谓的 精神的异常的一种可能性 第二是完美主义者 第二个就是强迫性人格 这两种特质就是 跟我们现代人的精神疾病 也是有相关 那完美主义者 事实上很多现代人 他有一种 我们比较现代的术语 叫做反社会人格 你的期望值达不到落实 所以这个完美主义 那强迫性人格 事实上我们现代人 所谓的强迫症 躁愈症 给自己很多的责任感 这个束缚 那可是达不到的时候 就会有种沮丧 焦虑 烦躁 事实上都跟我们现代人 古心中外都是相通的 好 医师您刚刚提到 我第一个好奇 我再确认的是 我们正在课堂里面 很多的中医师上课 都会讨论屈原 所以其实这蛮颠覆 一般人对屈原 是爱国诗人的想象 当然我们还是认为 他是爱国诗人 只是没有想到 其实他有精神方面的混扰 那另外医师您提到的就是 你说精神疾病有两个 一个是完美 那一个是强迫 其实这两个 这样听起来其实 最主要就是对自我要求太高了 那对自我要求高 的确容易给自己压力 那于宁 你之前就容易睡不着的时候 是因为你也容易 给自己一个高标准 是 我也是对自己 就在工作上 就是很要求的人 然后工作一点点 做得不是非常的好 我就会非常的焦虑 对啊 我们中医学 对这个精神情治的心理卫生 事实上有这个所谓七情所伤 我们叫做情治医学 这个属于精神异常疾病 我们中医叫做脏腑 五脏六腑的气血阴阳失衡 那我们中医的这个五脏叫做 干心脾肺肾 那你说这个道以现代医学是什么疾病呢 其实很扑印的是心脑血管疾病 尤其是怒跟心 在中医来说这种七情所伤呢 我们在中医学叫做干气欲解 这是第一种阵型 就是你气已经不顺了 那第二叫做弹火内生 你会发现就是这种不正常的循环 会让我们的身体的不正常的 组织液啊 体液变多 那也到一种上火的体质 弹火内生 第三叫阴虚阳抗 就是你发现会容易口干舌燥啊 容易浅眠多梦 那最容易造成什么后遗症啊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因为当我们情绪波动很大的时候呢 你的血管是收缩的 你身体会分泌一些属于压力荷尔蒙 肾上腺素啊 去甲肾上腺素 其实它对我们的神经血管的缺血 症软 是有一些相关的反应 所以容易心肌梗塞 脑中风 脑栓塞 这都是相关的疾病发生 所以都不是只有感觉是情绪不低落而已 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些 气血的这种缺血缺氧 都是很大的影响性 那你这些的七个情绪 你觉得哪一个情绪是最影响到的呢 那你身体有不舒服吗 有耶 就是本来觉得好像没有不舒服 听了以后发现就像胸闷 对 然后就像 我很容易生气 非常容易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 然后就非常的暴怒 对 然后我才觉得原来就是 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就失眠像这样 没有办法睡 然后就是对 我觉得胸闷原来 重点在这个地方 就常常觉得很闷 没有办法呼吸 没有办法喘气 因为在我们这个很多 我们现在很多女孩子月经不调 你会发现很多金钱症候群 PMS 他会发现经期前 他容易胸闷 头昏 头脏 然后呼吸也不顺 我们中医叫做散太息 太息就是吐气 吐一下大气 吐大气你就发现人就比较轻松 那像以现代医学来说 就是你的呼吸肌受到一些抑制 呼吸不顺 所以我鼓励很多 我们的年轻的女性朋友 上班族啊 这种完美主义的人格特质的人 能够做一些呼吸的呼吸运动 这种呼吸导引 调息 调气 你就发现 就不会因为情绪波动 影响到你整个身体的 生理的运作是很重要的 藉由打哈欠 伸懒腰 伸呼吸等等动作 导引对五脏的调息养生 也具有调节大脑脏腑 宁心安神 调节气血的作用 对于情绪的稳定 甚至月经不调 都有很好的帮助啊 所以医师教我们 要打哈欠伸懒腰 还有深呼吸 都可以为自己出一口气 让那个情绪可以转换嘛 另外我好奇的是 其实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提到趋源 那么在中医的古籍里面 到底有没有提过精神疾病 在这个西元前11世纪 殷商时代 在这个上书为子篇里面 就有提到 这跟中医的情事异常相关的论述 就是说我其发出狂 就有这个狂 那我们中医的精神病学呢 它就是有分三大类 跟情绪异常相关的 我们叫做 边狂险 边症狂症闲症 那我们先从狂症来做个介绍 从望神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真相 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一些 情绪上面的一些波动 第一个就是眼神容易怒目相视 有时候一讲话就话不投机半句多 就容易情绪波动 所以眼神就会告诉我们一些事 我们说眼睛为灵魂之窗嘛 眼睛会说话 那第二个文整就听声音 那基本上狂症的人 他就会讲话怎么样 比较容易躁动不安 就喜欢一直表达这个高谈扩论 就容易躁动 然后有时候就是讲话就滔滔不绝 这个类似一个演说家 所以讲话急的时候 就会表示你的就有点 类似这种阳抗的现象 第三个问诊 就是说你可以问问他的这个睡眠状况 那一般来睡眠 一般狂症的人 他的确不容易入睡 他的这个舌疹 就一般来舌头比较白腻 中医来说就是要弹尸体质 那脉相比较悬滑 悬滑的意思就是 脉有点紧紧的 那脉跳动的比较这个快速滑力 类似吸的心跳加速的概念 所以整体而言这就是狂症 那这个狂症一般来说 我们中间叫做食症或阳症 那相反的另外就是颠症 那颠症来说就是说 相反他是比较属于内向的 属于收敛的 比较属于自我封闭型的 那我们从望诊 你就会发现他的 跟他讲话很像 就是没有办法有共鸣 就是精神恍惚 眼神呆滞 那第二个跟他 听他讲话呢 就是他这个比较沉默不语 然后语无伦次 那喜欢记 他记得有时候会傻笑 就有时候 你会发现他的情绪 就是很像跟我们脱钩了 跟很像没办法跟别人有互动 像是个绝缘体 叫蚊枕 那蚊枕呢 他有时候睡 他都会想睡 不太喜欢动 可是你说他睡得多好 也没有多好 所以他容易起来 他会跟你讲说 他就是提不起劲 头昏头脏 在门诊的时候 很多是属于这个叫颠症 他的能量不够的 看他的舌头啊 那比较属于偏红 就是这种上火 那这种火是虚火 就是说 他可能就要补充一些电解质 水分 那舌苔比较 也是比较腻 那一般他蚊比较说 他的蚊也是比较 比较有力的 可是这个有力当中 你按下去 他就沉下去了 就他感觉 他是像骨皮一样 外面摸很有力 像狂症的人 外面摸很有力 按下去一样也很有力 可是对颠症的人 他是摸起来 他一种大脑皮子的 一种旺盛的活动 可是按下去 人脉都空掉了 那我们一般还有 刚才第三个咸 咸跟我们现代医学 颠症又不太一样 那古人发现 咸就是说 他平常状况是很正常的 或者有时候 可能情绪有点波动 异常 可是呢 他有时候会抽搐 四肢的抽搐 在我们中医都叫咸症 咸就是代表一种抽筋 在我们中医叫甘风内斗 所以我们古人 把情绪异常分为 颠 狂 咸三种 总而言之 中医对于精神疾病 临床常见的表现 都以颠 狂为主 颠症 鼠婴 以静而多喜为主 表现在沉静 安静 喜欢独处 狂症 鼠婴 以动而多怒为主 表现为躁动狂乱 于宁这样子的状况 您会认为他之前的状况 是比较属于狂症还是颠症 其实现代人都差不多 像于宁老师这样 就是说肯定于宁老师 是比较 这属于完美主义的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所以一般来说 他比较偏向于颠症 做不好就很沮丧 给自己 给自己很大的一种否定 那可是他觉得 我还是要发泄 我就找家人聊聊天 对不对 我找家人发泄 家人发泄 那有时候跟家人就 很想表达自己的想法 甚至想去改变别人 那有时候那时候是狂症 所以我们这个颠狂是交换的 阴阳转换 就是我们中有太极观念 阴阳交换的 阴阳互换 跟日出而作 日落而起 这种阴阳转换是一样 所以很少单纯在临床上看到 是纯阴症或纯阳症 纯颠症或纯狂症 于宁你刚刚 因为这样听起来 你不大会去为难别人 你多半都是为难自己 那你是如何的为难自己 我就是可以一天喝 五到六杯的珍珠奶茶 而且绝对没有 在我的字典没有半糖二字 绝对是全糖 而且还会再请她再甜一些 那譬如说去买咖啡好了 正常人那种特大杯 大概三下的糖 很多女生就已经很甜了 对我而言我要请她压十下 所以只要我走到咖啡店 地位看到我就说 压十下小姐来了 对 我已经到这样的地步 就是那比较夸张 有时候我会想办法让自己受伤 就是会可能 剪指甲的时候剪得很深 所以我都没有指甲 我就会剪到流血 然后就是这样 我也会觉得舒服一点点 就是在有时候 情绪真的很不好的时候 你不可能去打路人骂路人 你只能 对 那当然有时候还是会 偶尔会对家人 会发比较大的脾气 其实我相信很多觉得自己有精神方面困扰人 他一开始他一定不认为自己是精神疾病 他可能认为多半我想应该可能是睡不着去看门诊 所以多半他们来看门诊的时候 其实这些你在判断他们是精神疾病的时候 他们多半来主诉求的是什么 的确我们在门诊的时候 患者不会说我有精神病 一般他不是这样的论述 他会说我睡不太好 那我情绪比较低落 或者我容易发脾气 那我就有个临床的一个患者 大学生22岁 其实他本身平常都是个性很郁郁寡欢的 比较内向女生 然后就是一直希望考试都是名列前茅 那可是就是一直要跟自己比赛 要跟同学竞争 来就诊他说睡不好 然后月经异常 有时候滴滴答答 那有时候好几个月都没有来 他希望来调筋 希望改善他的睡眠 希望能够 那他就吃 他是靠吃来舒压 所以心体自己也肥胖 他希望来代谢减重一下 所以我的印象就很深刻 那我跟他说你就是没放松 所以我请他多做深呼吸运动 呼吸吐纳 然后原地踏步 给你的体力变好一点 走走路 晒晒太阳 让我们身体的一些快乐荷尔蒙多一点 然后我们再开一些 我们中医叫做酥肝健脾理气的中药 所以我鼓励你有一些情绪 比较波动的朋友 多吃一些五穀类 根筋类 包含蔬菜水果 尽量少油少盐少糖 你发现达到一种放松 是应该一种全人医疗 不应该单从食物 或者单从一种药物去做调理 应该是生活作息 情绪放松 应该整体来搭配 好 其实在现在科学研究当中 也有科学化的仪器可以辅助中医 在治疗精神病患 找出疾病的潜在因素 来达到未病先防的效果 我们也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古代中医借着七情过伤 来探究狂症与颠症的病因 并找出深层的致病因素 这样的论述早已有系统化的理论基础 而现代科学仪器亦可印证 古代中医经络之说 并非空穴来风 确实是有所根据的 林承基医师目前为中华诊合医学 与健康促进协会总召集人 本身是心脏专科权威的林医师 过去都是医循西医的方法 来进行疾病的诊治 然而从多年前开始 林承基将西医 中医和自然医学进行整合 透过科学化的仪器与数据 希望让每位追求身 心 灵 健康的民众 都能够早日掌握自身的趋势 现在的西医的主流的检测 大概都根据我们的验血 或者根据我们一些影像的检测 那么在看病的状况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再进一步要看一些功能的状态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到形成疾病 我可能西医还看不出来 那我们当然有可以考虑中医的经络 根据一些仪器进一步地了解一个人的状态 经络到检测的方法 是属于非侵入性的检测方式 护理人员会用探测头 轻压每个经络的代表穴位 共24个穴位点可直接检测 人体皮下的经络能量数值 平均3至5分钟 可测量完全身24个穴位的能量 检测出的数值可让医师 用以评估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健康情形 和身体阴阳平衡的状况 中国人我们是谈肝心脾肺肾肾 在下面有12个经络 相当于木 火 土 精 水 这时候就可以协助我们看出一些整体身 还可以看到一点心 因为在我们中医肝心脾肺肾 就代表一个人的喜慕 忧 丝 悲苦 精 那精我们有的是讲过的肾 它肾稍微虚一点 它胃望上手 胃火望一点 但是它的皮一高一低 所以代表它的免疫 后天状态还不错 运用现代科学的器具 透过人体的24个穴位 与12斤朵来检查脏腐气血 阴阳虚实的方法 恰可对应中医里 七情过伤的论述 并透过分析来达到 致胃病的效果 好 从刚刚的VCR当中 我们发现透过现代科学 印证了中医的经络 与七情过伤论述 而在现在的临床上面 这个精神病患的成效究竟如何呢 的确我们现在要判断 自己是不是有一些 精神活动的一些异常 的确要请一些专科医师来诊治 包含现在的精神科 身心科来做一些诊治 确定自己的精神异常 是属于神经浩弱的 还是属于精神观伦症 还是睡眠障碍 还是情感焦虑症 这些要去做一些 疾病的鉴别诊断 那来在以现代医学的 一些药物的使用 譬如说抗忧郁的药 症静剂 松石剂 那这些都是有一些 相对的辅助 在这些急性的病症当中呢 可以搭配的 作为中医药的调理 叫专业的中医师 根据你的气血寒热 体质的气血阴阳的痴痕 做一些调理 它的效果是相得益当的 其实今天医师 在节目当中 像这个 把他现在伸懒腰 我到现在都还记住 就是这样可以放松自己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因为我们中医常常有 这个按摩穴道嘛 有没有什么穴道 可以让我们自我放松 好的 我们介绍两个穴道啊 其实还蛮管用的耶 哪两个呢 第一个叫杨林拳穴 它在我们的小腿 膝盖的外侧 那大概做个五到十分钟 五到十下休息一下 五到十下休息一下 那可以用指腹按压 女生力量比较不够 你可以用这个全掌或掌根部 好 这是一个蛮不错的 第二个呢 我们很多人就是 刚才一直很像这个 云林老师提到 他就容易喘不过气啊 胸闷啊 呼吸困难 有过度换气的问题 我们可以做这个弹中穴 弹中穴在哪里呢 就是两乳之间 这两乳之间就是我们的弹中 就是说我们这边 是我们的药穴 这边不能受到撞击 就是我们胸骨的凹陷 那我们中医叫做气会弹中 这是任脉的穴道 它可以开胸解育 可以让我们身体放松 跟呼吸的 呼吸调息的概念一样 那一样三到五分钟 甚至可以用热毛巾 这边不能用一些辅具 按摩棒 真的是不可以 因为它皮薄啊 这个神经很敏感的 所以这边可以多热敷 所以有时候发脾气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恶言相向 先按按自己的胸口 随身带个暖暖包呢 也可以 心情不好就往这边贴上去吗 的确啊 我们在秋冬天啊 我们的这个大地的温差变化 你会发现情绪很低落 的确暖暖包 你可以放一下胸口 你这不能用电疗片啊 对 放一下胸口 你可以做一点热敷 然后顺便破一种手的伸展 给自己做一点 类似复健科的伸展运动 刚才主持人一直提到 做一种伸展 你就发现你的气就会调开了 所以一边手的伸展 一边按摩你的弹中穴 那自己呢 在放松当中呢 你的情绪啊 一种焦燥的感觉 一种烦恼低落的感觉 自然能够怎么样 能够得到一种舒缓 能够一种释放 都是蛮好的一个建议 好 很多人认为 忧郁遭遇这些精神疾病 是现在社会进步下的文明病 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知道 其实从古代到现在 人的心情永远是最难控制 过多的烦恼会造成身心疲惫 而精神疾病的病因病机 以七情所伤的影响最大 所以我们平常除了提醒自己 要放松 更可以按摩像刚刚所学到的 这个杨林泉还有弹中穴 来消除胸闷与郁闷的感觉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 看中医 中医看病怎么看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